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第四十二集的CEO New H.I. 白冰 我是New H.姐姐 我是高仁 今天我們的題目很有趣 對 講壽司 對 怎樣業力回短壽司 很想吃壽司 是不是一個牌子就不吃元氣了 私比壽更有福 還給人家 對 其實是一個叫做能量食物鏈的狀態 不要緊 是呀 我們只能練習低層 低層 最下層 最下層 記住所謂的業力是功課作業的業 不是業債的業 這個題目也極度難寫 是 本身有讀者說可以推薦我寫冥想 我也嘗試在寫 寫著就業力衝出來就寫了這個 幸好還有一本書可以參考的 就可以寫得好一點點了 今次這本參考書是叫做 有錢人不一樣的財富印記 中文是譯得有點差的 英文的書名叫做Car My Management 這件事好很多 業力管理 沒錯 如果這樣印就沒有人買這本書 有財富兩個字 有錢人和財富那些人就會買 都理解市場的用意 一路寫一路就極度想去壽司狼 重拾我把火影比喻 成New Age修行那時候的勾佛 大家坐定聽多幾次 這集應該要聽多幾次 有多肯定 好 我也不知道我的腦子為何會提出這些 火影那一集 Podcast的朋友可能未聽過 因為是要聽白兵與他朋友們的YouTube頻道 有心就去找 講業力之前的前設 你當是一間叫做回轉壽司餐廳 首先樓面的裝修就是你的肉身外殼 裝修可以僭建等 然後服務態度是你的溝通能力 衛生情況就是你的精神衛生 懂不懂得處理情材 運輸帶是每人自己的時間線 表面上是不斷向前走的 其實就是一個帶動靈魂成長的工具 食材就是與生俱來的能力 可以加上後天的學習 食物的質素就是 你有沒有招牌菜可以推介給別人 或者是不時不時會開發新的菜單給大家看 餐廳在什麼地區 即是你出生在哪個國家 我們出生在香港這個地方 即是你遇到多少人 中間密密集 多不多玩 其次就是受不受歡迎 看看你懂不懂得宣傳 將你自己的特質顯露出來 正如193所說 在咖啡店打卡的食物價錢 不能跟兩順飯相提並論 即是看看你怎樣在哪裏開店 然後再賣什麼價錢的食物出去 其實我是很想像台灣的Toys那樣 去做美食公道伯 去明星開的餐廳 全部試食 全部都是聖實食口感 對呀 我就看看你有多好食 即是說到我買了季 我不是雙中飯 我上次有多好食 人家是包裝修的 但這個行為都很符合我 即是得罪人的節奏 問題是你沒有堂食 不要緊啦 總有外賣 外賣不同的 外賣不好食是正常的 是嗎 對呀 不理會他 可以開發這個系列 而且你都對比到的 會差了還是差了 但是依然都是在對比 這樣呢 如果今集中途開始聽的聽眾 就會覺得這個節目不是講業力 是講介紹一間餐廳的系統 業力就是一間餐廳 是的 業力餐廳 Kahama不是必須在這個餐廳 首先還沒說在什麼餐廳之前 我說就說是吃日本的 其實你還可以選擇其他菜式 簡單來說 每間菜式都有一條輸送帶的系統 你當作是英、美、印、意、法、韓國、素、Fusion等菜式 根據本書所說 有12種選擇 大致上 以下是兩個組別 其中一種選項 第一項是身體生命 資產金錢 手足親戚 父母物業 子女娛樂 勞疫疾病 配偶競爭 死亡恐懼 信仰旅行 事業名譽 朋友願望 敵人傷悲 原理和紫微斗數十二公很相似 就是命理、命興夫子菜 其實很相似 這次簡化地說到日本菜回轉壽司 熱力印記就是一隻吉碟 即是回轉壽司上的碟 是沒有食物的 普遍來說 做到人 一定會有吉碟在自己的輸送帶上 不然我們成不能成為人類 每隻碟上會寫著你需要學習的食譜 例如打機一樣 你拿著這隻碟的時候 我要去哪裏找食材 認為定向 盡量在今世找你需要的食材 再訂購廚房煮成 一個成品放在碟上 再放在輸送帶上 就為了一個完美的供應鏈的狀態 當然你先供應給自己吃 然後再有多的分享給別人吃 算是聽得懂 這樣的時候 每隻碟有不同顏色去分價錢 這樣的時候 其實代表什麼呢 人生課題有七大種 其實這個壽司論是我自己演繹出來的 本書無關的 我會覺得這樣看法容易理解業力這件事 剛才人生七大課題有哪些七種呢 第一種叫做宇宙意識課題 宇宙意識課題有分兩款 一種叫做意識從異元世界中蘇醒 跳脫反覆的劇本影響 這些是平時我講的 另一種是從物質世界中寄起宇宙合一的真理 和做物主達成連結 很高端 很明顯是最高級的那種 其次第二種就是感情課題 遇見你的靈魂伴侶 傷心火焰或者是你的敵人 第三種就是拉扯關係課題 通常跟前世息息相關 前世未平衡的能量就今世處理 可以是情人、朋友、家人、上司、合夥人、寵物等 通常都是前妖的關係 前世跟上一個的靈魂伴侶 前妖的靈魂伴侶是一個靈魂特質很相似的狀態 反而是拉扯貨題 有些靈魂特質跟你不相似的 那種 沒有牽掛相對的 沒有靈魂伴侶那麼誇張 靈魂伴侶和傷心火焰是最誇張的那種 我未敢講這個題目就知道 我未研究到 靈魂伴侶? 對,傷心火焰聽過嗎? 沒有 即是把一個靈魂切開一半 你就是另一邊的橙 他就是另一邊的橙 那你就找回另一邊的橙 你覺得自己圓滿了 是很虛弱 是的 不過有趣的是 靈魂伴侶或傷心火焰未必一定是情侶關係 試一試找一集再講 因為 我忘記在哪一個 好像在明天那集保略黨 即未出界 但我又說 最近看那些YouTube 有一個人講心理學 他有提到 一個人出生的時候 就是偏忠誠一些 即是你去到法育才有男女 或者有個社會的影響 然後就是 你慢慢 譬如我是男生 我做一個男生 那我的女性的思維就會收起來 就會潛藏 這個是性格和性格的分別 之後 那個心理學的說法 我忘記名字是什麼 他就說 你找的伴侶 就會很適合你收起來我的女性特質 內在異性 可以這樣說 就是愛自己 對 溝自己愛自己 想找回自己 第四種課題 就叫做天賦課題 就是你天生帶著什麼武器材料下來 不是那一種 已經被騎劫了 提教天賦放過一雙亂人 第五樣就是財富課題 不是越有錢就等於完成功課 要你懂得如何創造財富 或者處理對規罰的恐懼 第六樣是身體課題 每人今世的功課都是 做功課的工具 最主要是用肉身 所以這是你的病 各方面 第七樣就是人際課題 對於自己和他人 有沒有無條件的愛 懂得用同理心去思考和回應 這只是由上而下相的簡單 分成七種 可以這樣說 都算是非常涵滑 先看看片子 那些片子や 就是上輩的書頓帶上剩下的吉碟 這輩子處理不算很簡單 下輩子就再見 人生結算就會跟你看數 當你懂得自給自足 再懂得在廚房洗碗碟 當然加上修復碗碟的話 其實書信帶上面的吉碟就會少很多 就是所謂的為每一個行為想法負責任 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何會想到這些是什麼 回轉手才有吉碟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你一出生 就是帶著你上世遺留下來的吉碟 然後繼續去面對 然後自己拿進廚房清理 你真正學會這份功課 這隻碟才不會再出現 每隻吉碟上面會寫著食譜 其實代表什麼呢 是當事人缺失的東西 俗稱是靈魂碎片的痕跡 憑著每隻碟的線索 多數有些人傾向這個社會的人 人家的書信帶上去找自己需要的食物 而不是自己耕中 不是自己要開花 是在別人的食物上碟上拿東西 第二種可能是十月懷胎的時候 已經被媽媽植入了很多吉碟 很多信念 大肚子的時候很多 這麼恐怖的 是 尤其是恐怖的其中 如果是一些未有計劃接受生命的父母 當然有時候大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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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恐怖嗎 反叛一點 所以有很多小孩對這個世界的恐慌 就是可能原始於他出生之前 就已經得到那種不被肯定 隨時會落下他的位置 如果他聽到的話他也很害怕 很害怕 他媽媽和爸爸討論是否落下他的位置 有很大的陰影 通常都會因為這樣而覺得 對這個世界很恐慌 有很多這些 不懂得面對世界 或者相對地沒有勇氣去面對世界 人多數都是在投胎的時候 入胎的時候會聽到這些訊息 當然因為媽媽本身都沒有意識 因為自己這麼貧乏的自己都不知道 說了給這麼多人看都不知道 當然 第三種就是童年陰影 就是近海德德比事件 有很多討論空間 我相信很多童年陰影的朋友都有寫 第四種就是可能是其他人飛過來 別人的碟子飛過來 就是本身你的輸送帶上很多虛偽 很多人性虛而入 你沒有找東西充實自己 或者你本身就歡迎其他人來干擾你 所以你的表意識都不知道 就會容許其他人侵擾你 將他們的意願加諸入 最終結算數 就會一半放在當時人之中 因為他容許他放在水送帶上 另一半便會計算到物主上 但是物主可以是歷代幾祖先 幾生幾世 會計算的 所以業力這件事最難真真正正是一加一加 等於二的那麼簡單的計法 不是加加減減的 不是純粹加減減的 今天就是很多層類型的 不知道你們聽不明白 急碟除了那個功能 放在別人身上之外 就是剛才說 上面寫著你欠缺些什麼 原意是想你發現 然後跟著這張清單去學習 但是未必那麼簡單直接 有時候可以像猜迷遊戲 像刮刮卡 刮多幾層才看清楚 就是之前說的情緒 怎樣發覺自己 這些就是刮刮卡裡面的遊戲方法 不面對和不敢處理的話 多數會變成人生的缺陷 不斷在別人身上獲取 透過攝著碟到別人身上 人家的供應鏈 看到有隻碟 先把食物綁上去 他們就偷了東西 你就當每隻刮刮是一個接收器 當講者無心聽者有意的時候 當有人事物刺激到你的缺陷位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別人針對你 就是一個洞 往往這些受傷的感覺 就是引導你去找這隻刮刮 去學習怎樣拿起來清理 或者學習怎樣煮好東西出來吃 當你不想自己面對的時候 藉著跟別人交往 飛著碟到別人身上去找存在感 前提對方有虛偽 有些機心的朋友 還會等對方廚房出菜 就馬上搶來吃 就搶出菜了 另外一種除了吉碟之外 一層一層的計算 有一種叫做印記 印記 對 以我這次的壽司論來說 就是印記代表什麼呢 就是這隻碟上面的污漬 串洞 崩塌 噢 印記 剛剛本書有說的 就是有三大種 一種叫負債印記最輕的 第二種叫做荷爾蒙印記 荷爾蒙印記 最重的叫做祖先印記 噢 每一輩子一小一小一小的修補 這些碟就會不會再崩 不會再喘洞 不會再花了 這三大印記 每個人的比例都不一樣 通常祖先印記就佔最大份 可能是崩塌最大份 聽完吉碟印記污漬之外 下一則是說食物 當然不會一出生 整條運輸帶都是吉碟 不會有吃什麼會死 這裡就看你懂不懂得投胎 懂不懂得找一些基本菜式 去做飽肚和吃飯 基本上的飯 可以這樣說 懂得選擇 當然會選擇一些有高級食材的家庭 例如如如山 喜歡挑機的靈魂 就會爭取一些新的東西 叫做名將壽司 就會打大佬 不知道這個 大家知不知道什麼叫名將壽司 我不知道 你有沒有吃過 沒有 你竟然沒有 我有 你真的有 他出名是不好吃的 我整班都吃 我們十多人那時候 好好當當 坐在門口 人們走的時候 就是拍手 英雄式宋別 是宋別 是宋別 我道姓陶說 很難吃 如何 真的很難吃 我吃了一塊甜蛋壽司 醫生這輩子不會忘記 是一塊未解凍的甜蛋壽司 冰凍的 裡面冰凍 外面還是甜蛋壽司 不會這個感覺 不會 你咬下去甜蛋牛汁 整件事很噁心 裡面沒有一塊好吃 還有紅豆壽司 紅豆壽司有吃 是不是也很難吃 我忘記了什麼味道 拍了就算了 有些東西 回憶太恐怖 會自己洗掉 洗掉 沒有了 他真的到現在還是流方八勢 就知道他的出名程度 對 所以如果是你的輸送帶上面 有些這樣的壽司 都是流方八勢 可以說 如果你出名征服得到 是好事 處理不到就在發臭 會這樣的 對 你越轉越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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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選擇獨孤一味 或者搞其他限定的時候 就看看你會不會開發你自己 而且可以很難吃 真的想不到 很難 基本的東西都可以令到有趣 有沒有看過日日爆發的Facebook企業 有 裡面就是見千變萬化的簡單食材 叫做大佬化的狀態 看的日本壽司店 就是出名的那些 做個甜蛋那個都要 都要學很久的 它的甜蛋才可以放上去給人吃 日本是瘋了一點的 當然不懂得發揮自己的食材特質的時候 飲飲油的食物在碟上發臭 即是不懂得處理 只會留意或者事務其他人輸送帶上面突顯出來的食物 當然他看不到別人輸送帶上面的吉碟 不客觀的比較之下 就會覺得自己沒有價值 通常都是因為只顧著看著別人 就會比拼 有豐富菜式成長背景的人 長大後會有用於嘗試的特質 簡單來說 你去過名將食的時候都會用於嘗試 可以這樣說 很嘗試的 那時候是不是真的任食那些 是啊 傳說中的名將任食 我沒有吃過 你沒有吃過 即是損失 你肯定沒有吃過 是嗎 損失 為什麼 這是集體回憶來的 我覺得是經驗來的 沒錯 就如同你沒有學生的校服 牽著學生妹的手 但是校服牽著學生妹的手是開心的 都是青春的 中性來說 青春就有這些東西出現過 有開心有不開心 那個去名將食的是一群人的那種 對 整群人黏馬筋做這些傻事 對 不是裡面的食物質素的問題 是整群人的圍內問題 當然 有時雖然自己都未夠吃 由於焦點長期向外的關係 永遠都覺得自己身邊的人 比你更加有急切的需要 就會將自己的食物 在自己那邊的食物 就會不斷塞在別人身上 別人適合口味便可以 多數的情況是會有這樣的結論 我覺得你需要 你要吃吧 有些人會給我紅豆壽司 飽啊 這個飽肚啊 好啊 你自己附足的話 再分享給別人 就說不計較 但多數是自己不吃 就懶偉大地犧牲自己 到頭來又怪別人 不回饋給你 這就叫做計較 當然 其實是你自己想得到這樣的對概 所以 不如何不你自己 直接服用自己 你看自己有什麼 就先餵爆自己 當然有時 有些自己真的不夠吃的時候 就找另外 同樣地不夠吃的人 就叫做黑衣兜羅伐吃 就找一條更加貧乏的輸送帶 就拿別人的東西 哇 會的 很多人 食物鏈 最底層 而看不清楚自己 可以怎樣開發身的可能性 自己去逃避吃納豆軍艦 吃過納豆軍艦沒有 我沒有 我不吃納豆 納豆在哪裏吃都是這樣的味道 是的 味道又不太適合我的 嗯 這個是頂級的大哥 因為我好像小蚊仔試過 開過一盒 然後一搖起 然後一搖起 那些黏黏的那些 不是 質感是搖下去的那一刻 然後從此就不敢 沒有這個勇氣 那白兵吃過納豆嗎 沒有 那些要黏著 會起屍 一定要發到起屍 會吃 那些黏著 很健康的 什麼 何苦呢 健康的那麼多 對 那麼多東西健康 那跟臭豆腐一樣 我喜歡吃臭豆腐的 我是喜歡吃臭豆腐的 臭豆腐好吃 臭豆腐味 現在的不夠臭沒有辦法 不行 現在這條街哪裏有臭豆腐 我看不到有 關仔 有又很貴 關仔 沒有以前吃過那些這麼臭的 都是差點 你說那條橫行那間 對著 對著智庫 對著一樓是智庫 我忘記哪條街 死了 難怪我記得了 右站那邊 右站那邊 我知道哪一間沒有 沒有了 沒有了 我以前上班經過 我知道我小孩子那邊上學 前排旺角那間 撿的時候 每個人都提起那間 然後人們就說 撿了 那間很久了 好疼 後行超臭的 很棒 當然不想靠自己處理這些吉碟 有意無意把吉碟洩在別人的說送帶裡 那邊 連賣納豆軍艦 可以這樣 希望別人順便消滅它 這個理論 繼續 當然 如果是碟納豆軍艦 可以像以前說的 整個碟 整個碟 塞在別人上 這樣會累積印記 連壽司連碟一起塞下去 就更加印記帶 哦 印記在我身上 大家 大家都有印記 大家一定有 你自己逃避自己 然後別人又容許這些東西收進去 哦 由於人的習慣通常向外關注 經常看著別人的輸送帶 然後就會比較 結論通常是自己會覺得自己很欠缺很多東西 這個時候就會嘗試在別人的輸送帶上偷食 哦 當然有時候會腦諷地成為別人的 要別人成為你的食物供應商 嗯 其中一種就是子女宇宙要盲目地孝順父母 嗯 每一種食材可以互相互補 創造新的可能性 例如米飯和薯仔 可以獨立地成為一種食品 當然同時可以配合其他食材 跟別人相配 天生贏在起跑線 擁有高級食材如生的輸送帶 有時會找一個專供應壽司飯的輸送帶來玩 嗯 這樣的時候 這個會變成一個 靈魂互補不足的兩條輸送帶 食材可以互相交換 成為靈魂伴侶互相合作 各取所需 我煮得多飯 然後有多菜 我們可以交換 對 我們就加入成為壽司 這些就是合作 大家其實每條輸送帶都是這樣互相合作 當然中間要無合 對 大概總結一下 你們聽不明白 大概總結一下 輸送帶上面有 除了壽司可以選擇其他國家菜式劇本 剛才12種 不是人人都吃得落明像壽司 懂得選擇頭胎的當然是選擇高級雨傘 基本上每人都會有基本的蛋壽司 寫著你需要學的東西就是吉碟 上世來 懷孕時來 成長時出現 上面又容易有印記 有時有穿洞有崩潰 還有七種不同顏色的碟 那就代表七種人生課題 暫時聽不明白 好啊 還好的 來了 接著就形容輸送帶的時間 輸送帶的時間 都可以搞好久 輸送帶 輸送帶就是每人的一條時間線 前面的東西走了 就不要覺得很浪費 很可惜 因為曾經有些朋友跟我聊天的時候 之前的機會錯過了很可惜 留戀著一點 接著我就說 你只顧著留戀而忘記了當下 就不斷在可惜可惜可惜的時候 我跟她說 放心吧 碟東西是你的 怎樣都會回來 不過可能沒有這麼新鮮 是回轉壽司 是屬於你的 每人都會回來 每人的 都要受的 對 一是受一是享受 看看哪些東西 都是受 人生道路不平坦 即是所謂的行衰運 以致不堅定容易讓外界引發情緒波動 就會令到你那條輸送帶上下爛波 會因為有些空間暫停 因為有些棘子上面沒有食物 那些碟就會發出聲響 其實這些聲響能夠引導你找回那支一隻碟去處理 即是所謂的不開心的情緒 以及這樣追下去 高低起伏的 剛才那些跌跌答答的叫做HUM 那個位置就會有上上落落的發出聲響 經過這樣的人與人之間碰撞 去發掘自己上面需要處理的東西 有意識地經驗人生 消除業力印記 輸送帶的速度就可以加快 因為上面的碟耳越來越輕 當然你的格局越大 輸送帶就會越長 影響能範圍就越廣 快的代表是加速C 你的成長加速 其實這幾年的所謂的轉水平座年代 就是一個加速C的狀態 是九雲的那些嗎 是的 又來了 MC人說的九雲加速 意思 除了輸送帶會起伏的時候 大家想像一下 另一個想像 普通壽司店不會有這些 想像一下 你坐著油壓水巴椅 可以按著上上落落 那條輸送帶 如果你越有高意識 純粹是普通壽司的一條輸送帶 你坐高一點 其實有第二種輸送帶 總共有三種輸送帶 第一種普通版本的輸送帶 就是你平時坐的不用升高的版本 叫做反覆劇本 就是一個會累積三大印記 即是會整花你自己的碟的狀況 受到印記的雷生雷細影響 靈魂會無法完成功課 只能夠重複劇本 不停循環 這些最普通的大街人 每個人都曾經遇到過 基本上地球上95%以上的人 都不停重複等級1的狀態 嗯 正在吃被動式壽司 嗯 即是你自己沒有去找親自改寫你的東西 即是我去七仔買飯糰回來吃 是的 都算是被動的 嗯 普遍就是這個狀況 等級1的狀況 就容易會扔自己的碟到別人裏 又收別人的碟 普通的回轉壽司 表現上就是被動式餵食 實際上是你投胎之前 已經不少安排了在廚房的食材去運用 嗯 有些人就會不斷拿自己輸送帶的食物去餵養別人 有趣的是不是純粹付出不問回報 而是他想將自己輸送帶的蛋壽司給別人 要問對方拿吞拿魚壽司 哦 這樣的 不等價交換 是的 那當永遠 我把吞拿魚殺了壽司 都可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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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永遠羨慕別人擁有的食材 就不看自己有什麼可以吃 當然他們的口頭禪就是看不到 我不知道 不過但是那些 永遠的事都是羨慕別人 人擁有的東西 那有些更賤格的會怎樣呢 由於是壽司放題 吃太多飯會回不了本 那會怎樣呢 就是吃了上面的三文魚 然後把下面的飯放在別人的書宋帶給別人吃 放在碟底 放在碟底 讓別人的書宋帶更方便 如果找到另一半是喜歡吃飯的一個願帶一個願崖就沒問題 但是如果第一天沒有人想過本身那個人想不想吃飯 我是吃壽司的不是吃飯的 還有對方各自有自己的書宋帶 你放一些不是他的東西做什麼呢 所以靠自己開發食材 當然因為應付你遺留下來的壽司飯的時候 就會做了別人的情緒焚化路 很辛苦 那也是那句 一個願帶一個願崖的 有時 接著每個人的頭腦意識都想避開納豆軍艦 納豆軍艦就是一直想逃避的功課 所謂的靈性課題 也可以說是挑戰名將壽司 就是傳說中的打大腦 你一直都去逃避面對 書宋帶上面的納豆軍艦就越積越多了 哇 你聽到都害怕 整條帶都是納豆軍艦 像是露出來了 像是露出來了 當然當中的問題是 剛才如果你越清理豆就越加速 現在越積越多會大塞車 整個人生就會有滯後 塞住了迷失的狀態 就形容是充滿納豆軍艦 當你勇於面對業力的功課 碟納豆軍艦就可以越來越細碟 這件事好像是 好像是 細緻可以有時精緻到像法國菜一樣 丁屎那麼大粒 或者你成長之後 你的書宋帶加長了 那個叫做納豆軍艦的出現次數 就越來越稀疏 因為你加長了 加豐富了 前提是廚藏色素其他菜式 例如遮理軍艦 遮理軍艦也可以 遮理軍艦也可以 都還好 分海巡就可以了 那為什麼要放在一起 完全不知道 不知道為什麼放在一起 剛才說了這麼久 全部都是大家LV1面對的東西 我們現在坐高一層 我們去到LV2 那些叫做平衡劇本 當你開始清理印記的時候 功課的阻礙就會降低 通常就會有較高的成就 亦都可以用我的方法來講 就叫做掃到直接到點心紙的點餐系統 哦 你就可以下訂單 正常的回轉就師 最後你都決定直接叫 讓它不要轉出來 最便宜的鬼叫你等它轉 你加少許錢 或者我們現在這個系統就是加意識 有意識地就可以有點心紙的系統 第二層的輸送帶 你可以透過剔點心紙 或者用iPad下訂單去找食物 你的自主權會多很多 當你視野高了 其實開始可以像楊子晴的規探多元宇宙 大家看了沒有 看了 有些評價兩極 兩極嗎 都挺單面的 有些人都不 有些人戴戒凳的 有些人戴戒凳的 戒凳的嗎 不知道 無論如何 我覺得是還好的 我喜歡這套 當然留意一下 你LV2都會分五個層級 最低級當然是有很多飽肚的壽司手捲 一般平衡印記劇本 其實就開始清理剛才的三大海爾蒙祖先那些印記 最高級的那一隻 就直接叫做 柯打魚生 生蠔那些高級的東西 就叫做終極印記劇本 終極印記 你就可以處理終極的平衡印記 紙主權高了很多很多很多 當然 去到LV3的時候 我們再去搜尋高一點 Omakase Omakase 喝它給我 這個就叫做最高靈魂劇本 簡單來說 你已經印記清除了 不再受印記影響 做了人生七大課題 幾乎沒有了障礙 可以創造自己最偉大輝煌的人生 當中也有分廣義和俠義兩種 俠義那種可以直接斷輪迴 就不用再回來做人 即連運輸帶也不見了 對 不需要 你要跟廚房的大廚 即是指導靈 要有直接溝通機制 煮完它會直接放上桌 這些就是Omakase 視乎你跟大廚的溝通程度和濃度 你用它越熟悉的時候 當然它越讀到你的口味需要 就更加深 它就會知道你哪一刻 需要吃沙律 什麼時候想吃甜品 它都會療如指醬 首先你要跟它有一定的溝通機制 還要看看你有沒有去開發其他新奇有趣的菜式 讓它嘗試 例如叫它去熟悉湯雞泡魚 那些 剛剛暫時看完三個水送帶 又下一個題目 成不成功 大家頂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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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 大家知道這個年代什麼叫Yahoo有緣人嗎 這個年代 第一代教育 緣人爭霸戰 其實叫做生命課題 就是每個靈魂的交流 就是把自己的輸送帶和別人 當然你說 會卡住 會不會的 當然會卡住 剛才會有些瘋子 剛才會有的 不少會學到怎樣做新的東西 可以跟指導靈一起去一個中華傳藝學院學習 每一個靈魂的相遇 相處的一刻 就是大家有沒有好好展示自己的輸送帶上的壽司 全部都是軍艦 都是納豆軍艦 都是那一句 你要有自己的菜單才可以分享給別人看 有什麼推介 當然 當你將納豆軍艦形容得天上有地下霧的時候 你就真正設立了這種食材 是 超級食材 對 因為納豆是超級食材 紫菜又很有營養 沒錯 哇 我換成是草米飯 好像很飛 對 再加一點創意包裝 你看多健康 就可以將化腐柳為神奇 重要是全素 就可以像豬肉切角圓一樣 可以將經理人幫你接廣告一樣 對 這樣的玩法 很重要 當然不是叫你進去別人的廚房偷 就算偷了你們都不懂得怎麼運用 是你在別人的輸送帶上面看到什麼 就自己學回去 放在上面輸送帶也會發臭 你自己也吃不下去 就浪費了些食物 你偷了別人的東西 你自己放進去也不適合方法 所以要靠自己 其中一種就叫做個人人生課題 當你自己和廚房的大廚合作 在櫃底找回前世食譜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展現自己的狀況 有些人收得容易找一點 找回自己的天賦才能就容易 有些人收得近一點 就看看大家怎樣發掘 當然天生拿著一些精細的食譜出生 就算拿著這樣的食譜也好 有些人選擇不用的 簡單來說就要浪費了 明明拿著一本黯鹽燒雲飯的劇菜 叫做食譜 他煮了真的做叉燒飯嗎 最後他煮了佛跳場 有時候他可能是鬥氣也好 還是不知道什麼事的時候 我也想問回軟就知道 在櫃底炒除了一本炸天婦羅 那怎麼辦呢 也可以的 如果你每天炸天婦羅 你都會有油溫 不會油膩 都很高技巧 看看你真的天生擁有什麼技能 就是要去沉迷和開發 當然一開始找到那本經濟食譜的時候 可能由於年代九月而翻譯錯誤 不見了幾本頁子的時候 當然你繼續慢慢和大廚一起參透清楚 就會越來越清晰 其次就是家族課題 家族課題當然有幾個人參與 大家在一個家庭的地方相聚 其中通常容易的就是家族的互相傷害模式 就會不斷地錄 這個都是大家要處理的 叫衛生幫忙來踩到牆壁 每個人都會說家家有本難念的鏡 那不關他們的事 第三種就是國家或地球的課題 說到這樣 國家的任務 一聽就知道 我們每個人都在香港的地球任務裏 困綁在一起 可以以教育、食物安全、媒體資訊、醫療體系 或者金錢方面的困綁法 最近的困綁都是比特幣吧 是不是口罩呢 應該斷流行快篩了 已經不同了 當然說回這麼久 整個餐廳裏面最主要的位置是哪裏呢 就是廚房 廚房裏面有什麼人呢 就是有指導靈和高鵝 其實每晚你睡覺的時候 他們會檢視運銷帶上面有多少植物 不是安排哪些受歡迎就繼續加推 而是看看你有什麼靈魂成長的食物需要提供 當然壽司師傅不是一開始就懂得湯雞蒲魚 剛才也說了 由洗米、煮飯、煎蛋開始 當時那個個人指導靈和高鵝 怎樣去學習這些技能 就是你原本擁有的智慧 其實是你能解僱的 當然現在在說賺食 你怎樣賺食 當然會參考當事人的成長背景 即是父母本身的大廚 他自己背後的書宋帶的大廚 怎樣煮食 都會參考 有些人在起跑線 就可以一開始就吃到高級食物 吃到一些日米之年 本財富印記也會教大家怎樣去清理 我和平日節目講的 提升意識 學會怎樣回應情緒 當中三大重點本書 最後有講的 是想分享給大家的 世界永遠沒有改變 改變的是你的選擇 以及你應對世界的方法 世界根本沒有問題 只是你體見的問題 當下邏輯頭腦 運用神聖意識靈感 放下當下邏輯頭腦 大致上今天的稿就這樣 重溫一下 靈魂劇本 十二款中西菜 當中有三個 反覆劇本 平衡劇本 最高劇本 人生課題 有七種碟的顏色 業力就是碟 有吉碟 或者碟上面的普通菜 高級菜式 和打大腦菜式 有基本食材 高級食材 天生有的才能 不適用 就變成負面食材 納豆軍艦 印記有三種 有負債 賀爾蒙和祖先 最後的生命課題 就是個人 家族和地球 今天就是講業力這件事 還未講怎樣消除 大家看書 怎樣消除 系統已經講到我口水乾 大家聽不聽得明白 這個業力是 我都不知道怎樣去 但是你這個比喻 都已經很 地道很簡約 已經很形象化了 盡量 但是阿高人怎麼看呢 業力這件事 想知道那些東西怎麼移動呢 那些東西 叫送吃飯 你Level 2才叫送到 你Level 1就是被動適地 那些東西走過來 那怎樣不要造成這個 本身我是應該 燃燃燒雲飯 但是走了去做佛跳牆呢 當你是知道你用錯方法去勉強做佛跳牆 不是你天生擁有的技能 其實是會很卡的 卡到爆炸的 當你覺得卡到爆炸和不順利的時候 你就要不斷地去檢討思考 卡到爆炸都會 卡到爆炸都會 我自己有趣的是 本身那份工作 之前都知道 很卡的 當我走了自己人生的道路的時候 很多不少都是順暢了很多 那就是我由勉強地煮佛跳牆 去到煮暗燃燒雲飯 當然當中也會有很多叫做 剪剪轉轉 不丟不丟 拖熱 然後懷疑人生 不是的 我是不是真的要煮暗燃燒雲飯 類似 希望用食物這個譬喻 你們會覺得會比較理解 怎麼會容易得到自己喜歡做些什麼 你有沒有觀察自己 我經常都覺得 我就覺得自己的華人好 在尋找自己 知不知道自己想做些什麼 但真的不是 我經常都看到很多人 高人好像還在沉迷 但其實高人是很有材料 很出眾 很多食材 但真的在尋找 不知道可以做些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是啊 我其中一個方法 是把自己的雪櫃的東西 攤出來 其次就是把自己的人生事件 不服氣 或者委屈的事件 攤出來 為什麼我會被那條貿易攻擊 為什麼我會覺得這條貿易 它憑什麼可以攻擊到我 原來我想成為他 類似 那次我不是說 我在別人的成長課程 玩串別人的派對 就是因為這樣 我找到 原來我想做港師 類似的 由港師得來 又不是太港師 要找些東西學一下 其實我也是覺得 那個人要做伊朗麥克 為什麼要做伊朗麥克 你要討厭他 你討厭他 他有這個能力 他做無勢大魔王 我去拯救人 我去拯救人類 我做無勢大魔王 對 會不會這樣呢 到時你可以選擇 成不成為他那樣 無勢大魔王 也可以去另一面鏡 還是anti 無勢大魔王也可以 類似的 你討厭什麼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倒影 問題是高人 有些很少很討厭 也不是 某些奇怪的事情 會很討厭 不是很容易觸摸 不是普遍的人的思考領域 所以 不正常 未去到很不正常 但難些猜到 想不到你在這樣 這裏有反應 有感受 我也想不到 有時候 你自己也不知道 要去到那個位置 邁到來 不太對路 才感覺到 所以這下 就是一個不對路 就是訊號 去告訴你 簡單來說 就是一隻碟響了 那你就去看去找 看看你家人生 有多少隻碟響響 我是覺得高人可以試一下 不是叫你去rap 但是我覺得MC人的路向 多適合你 就是MC人 整整一下弄得好像 尤達大師 說話很圓 不知道怎樣 那些 他要去修道 沒問題的 那你有個根基 就是你大巴巴 你究竟玩中式還是西式 可能你不小心有根基 還有那次我差不多抓到MC人的路 就是他那次介紹那本書 之後我又專門去揀一下那本書 那本書是很冷心的 是不明白為什麼可以這麼短時間 看完那本書然後吸收到的 然後就是那本書如果我看 我會看得很辛苦的 不會說真的看不明白 但是會看得很辛苦 看得很麻煩的 兩版就銷路那些 是啊 因為那本書你本身要有那些 對那個課題有些認識 它裏面給你很多實驗 給你很多數據 有認識你去印證 可以是我我我 我會覺得就是高人有某程度 這些你 基礎是有的 種落了的根基 你不用找回這些根基 然後你就看回那條片 就是MC人怎樣介紹這本書 他就做到一個很好的銷售 去買這本書 他的表達的方式很令人覺得 我好像在這本書裡可以找到一些東西 這個感覺很重 可能我們這麼喜歡陰謀兩 喜歡神秘學 台長很喜歡神秘學 某程度上好像想在這些東西找一個 出口 找一個真理出來 或者想找一個 究竟現實世界 是不是現實世界 我想知道真相是怎樣 或者我想知道真全貌 我要知道地球的全貌 我看這些我沒有想那麼多 通常我都是覺得 找個人這個看法 過癮就是情緒 過癮就是有感受 有感受的 你把這件事覺得很過癮的 可能是再鑽研一下 再包裝一下 其實會是一個 幾多人喜歡聽的題目 但是要好好地去 你要整理自己的感受 好像MC人一樣 他就梳理得很好 所以表達出來就是 大家覺得好像聽了東西一樣 雖然都不明白 雖然應該都是不明白 但起碼有人覺得他聽了東西 這個是最吊詭的那個位置 這個是MC人一個很 我是很深感受到他的技能 就是他很能夠說到一些 你聽了好像有聽到東西一樣 但是其實不明白 我的技能就是把一些很高深的東西 世俗化 這個是我自己有時是衝不開 因為我看完那件事 其實你沒有需要知道 但是純粹很有趣的原因 我有時看完那些書 也是很有這個感覺 那些東西其實 你知不知不會對你的生活有影響 不是啊 我每一下都覺得自己 我覺得這個世界 人們要知道業力是什麼 哦 是啊 如果好像是業力這個題目 你需要不需要知道 其實你可以不知道 你可以完全不知道 要知道那些自己去找 現在你就是那個好像 intro 去拿那個靈魂寶石 換口那個熊呼嚕 你就是那個熊呼嚕 你是引力 我告訴你 你怎麼可以拿到那顆石 但是你去不去 你跳不跳 你自己跳 但我就做熊呼嚕 然後你是見到很多靈魂寶石 是嗎 你不要跳了 是啊 你不要理人家 你不要理人家跳不跳 有人喜歡跳 你就隨他跳 人家真的等著救世界 沒有啦 沒有意的 你怎麼阻礙人家拯救世界 所以我就覺得 你可以調整一下這個思維 你不要理人家喜歡救世界 是鬼事 但是你又做熊呼嚕 我介紹一下怎樣拿一顆靈魂寶石 到你去死 現在我 好像MC人那樣 他都覺得這件事是 適合他才叫人做 一定是 那我又沒有叫你圍背良心 你試一下這隻蘑菇 我就導大家去所謂的new age修行 都導你們寫不回 可以這樣說 導你們是痛苦的 導你們是 導這件事都頗大責任 我都覺得 有趣的是你自己 代了這個 有這樣的行為 你就代了那個結果 你覺得這個結果 是自己真的覺得很興奮 和著弱的時候 你才會 我自己 我自己才會推介給別人玩 對呀 對呀 所以我某程度上 我玩new age修玩得極度開心 和真的找回自己的炎燃燒煩的時候 我是在想 應該要找些東西學一下 你還有東西要學嗎 很多東西要學 學就可以 都是幫你去理解多些 或者專注一些 因為我經常覺得你學的東西 其實有個pattern在 或者你認識的 或者知道的 其實有個pattern 開始捉到腦 你每次都先過癮 對呀 然後 somehow 你就好像 你之前跟我說 牛頓會練金術 他為什麼搞那麼多東西 他想試一下 能不能練到金 他會試很多東西 我只是想弄到那塊金出來 你很有這個感覺 但同樣地 你都會找很多不同的方法 總之可以弄到那塊金 那我又覺得 你又可以想一下 究竟你 想吃什麼 終極的金 你現在的感覺 就好像Avenger 3 就是這個 Waganda 不是有個透明那個鑊 然後那些外星狗 就進不來 然後就找缺口 但他們很知道 我就是要進 Waganda 你的感覺是這樣的 你也是有東西想進的 但好像進不了 不如試一下這個東西 然後你就認識了很多東西 是呀 就想學 但最後還是在外面 有時候討厭你的 是不容易找的 是呀 而且我永遠學這些 都是自學的 很少會跟老師去學 問題是你自學都學到這個程度 你還想怎樣 是呀 你看你是一個Gifted的人 很明顯 你還想怎樣 是啊 我真是羨慕妒忌恨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優點 另外我也找到一個圖案 我前陣子是報了幾個網上課程 然後有些聽眾說 網上課程上課程 好像學習得不夠 我反而會這樣 因為他的問題 我而去檢討 整理自己 審視自己是什麼 有趣的是我容易遇到 我未學之前 我已經容易找到這系列的書 但是我親自自己看的時候 我沒有高人可以自學到 那時候我看完 完全沒有概念 有趣的是 當我去到網上課程 就算是網上課程 也好 YouTube裏面有課程 也好 至少大致上有去演繹 翻譯給你看 有時候你都不是一個big picture 看到的 但他大致上去演繹給你聽 不知道為什麼 還是滿頭問號 但是這個滿頭問號 已經清晰了很多 那你再看回 之前自學看不明白的書 反而你的清晰度會高了一點 這個就是我自己的學習法律 我是發掘到這件事 我以前在網上做IQ測試 都答了很多題 之後我測出來 我這個spiritualIQ有131 spiritualIQ是什麼 我都不知道 我有本書叫做SQ 這個不是正常邏輯IQ 是另一種IQ 這個叫做SQ spiritualIQ 那個不是spiritual 所以我看錯的英文 那個叫spacialIQ 這是空間性IQ 立體 3D 3D立體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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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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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會控制不住 手腳是完全不協調的 我想這些是有的 白兵有空間的那個 我就有些 有時間的那個 我也想可以的 我會有一種一看著資訊性的東西 就可以盡量簡化它 我們天生有這樣的技能 盡量用自己的俗語去演繹出來 所以高人是有你的特異功能的 放心 找找怎樣發出來 正如有一個 如果你又追開燒賣關注組的時候 那個主持人是 任何人拍一盒燒賣給他 他就知道是哪間出品 他認到醬油 認到那個盒子 他真是瘋的 然後那個人說 你這個腦袋是甚麼 然後他就說 這種技能都不找到吃 是的 永遠都是 這個功能真是浪費狗氣 找不到吃就浪費 樂趣 每個人都會說 是 每個群組友就會挑戰他們 你認不認得那些 他有時候說 雖然沒吃過 但我知道 你不要問我為甚麼知道 噢 他們都是熟的 可以說是 他只是熟到出書 有本小買天書 如果高人可以把他的知識很有系統寫下 正如真的可以變成一個小買天書一樣 應該是有得化為的 我感覺到那個化為 再不是的 是跟指導靈溝通期間 他們會逼著逼著逼著 你過去所謂的上課 或者所謂的整理自己 當你越跟大廚越熟的時候 他就會推你過去 正如我會無緣無故 這陣子上課 課堂就會慢慢出來 我也覺得我是真的要找些東西去學 我學的東西不是學一件新的東西 是一個教導底去做一件事的經驗 還有很有趣的 當你跟大廚越熟的時候 他給你的所謂課程 是完完全全是非常適合你口味 這集差不多 下集見 拜拜